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隨便的變數 只要是說這件事情會幫你解決這個微分的問題 那比方說你這個x微分加1 當然你說這樣的一個函數它會對x微分 你要用定義什麼來做 其實是很麻煩的 是非常麻煩的 像我們用定義來做也只局限於想說像是函數 那我們用定義來解決 像sinx 我們用定義來解決 那你tangentx 那你要用粗法模式來解決 因為tangent是sin cosin 那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單獨的一個開根號是可以用定義來解決的 所以呢我們就把類部的這個變數呢 當成一個新的變數 然後我們再同上 同上這裡 這就是連鎖規則 你想想看如果沒有這個連鎖規則的話 要直接用定義來處理這個微分的東西 是非常難看的 那這樣一來以後呢 你當然可以說喔 我其實是 我其實是令x微分加1的一彎 然後我做的這個代換 這邊是dyds 你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 那麼可是呢 你做熟了以後 你眼睛看到x平方加1的時候 這一大圖的時候 你就把它看成是一個變數就好了 這個事情就一樣的 直接解決 這個2分之1 x平方加1 因為這個指數是1 2分之1 所以1 2分之1拿下來 然後指數降低 然後乘上一個x 就這樣 那你如果要在這個地方 你說好 我慢慢來 那麼我要從這裏來 然後我就把5號分是1y的覆盒 然後 5x 然後再把這個y的6 用這個變數 再把它帶回去 可能就是一樣的 不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希拉 現在我們上一次 上一次我們對於 我想式函數 對於三角函數 對於開根號的函數 他們的加減乘數 開根號 以及組合 那個國會 這個函數已經很大量 很大量 今天呢 我們要講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的函數 那大家知道這個高峰的時候 你這個剛一學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 你知道它是一個 互為反函數 互為反函數的這個 看你哪個當作正函數 假定 指數函數當成正函數 正函數的話 那log 就是反函數 反函數 它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你的函數是 x對到一個a的x的次方 比方說這個a呢 高中的時候最常見的 是有10 做10 這個叫做底 a叫做底 那有的時候大家也會做2 甚至於3等等 那如果反函數呢 反函數就是說 Ax要對回來 所以是Lg 以a為底 所以就把他都會得到它 也是這個公式就是說 RogA的Ax 然後就是Ax Ax就是把這個指數拿到前面去 你看嗎 A的話就是1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說 RogAx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說 x是A的幾次方 x是A的幾次方 這個答案就說 RogAx 它是一個反過來的問題 反過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說 A的RogAx就是x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看對不對 RogAx就是問題 RogAx問題 RogAx問題 x是A的幾次方 那它是A的幾次方 那就A的幾次方 那就是它吧 所以這個是 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一的詩寫 就是說 x 配到RogAx 再來 以A為底 配到A LogAx 那就回到x 好 那就回到x 那這個是卡函數的意思 卡函數的意思 那如果說 x對到A的x 再RogA 就 又回到x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去了 或是又回來 回到自己 x先Rog 再指數回到自己 x先指數 再Rog回到自己 這是我們常常在用的 因為一個函數跟它的碳函數之間的關係是相當清楚的 好 所以我們要挑戰 直數函數 或者對數函數的微分 那麼 我們可以選擇 從Rog出發 也可以選擇從直數出發 那我們就今天我們先選擇用直數出發 我們看一看 x 這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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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對x的微分 我們怎麼處理呢 我們用 定義 x呢 先把它變動到x加Δx 永遠都是這樣子 我們做一個變動 做個變動 做個變動 做個變動以後呢 這個 這個函數呢 就變動到 x加Δx 為指數 這個量 那我們要看這兩個的差 就是Δy 所以我們用 a的x加Δx 減掉nx 這就是Δy 倒數除以Δx 然後除以這個變動 就是這裡的變化 除以這裡的變化 那麼這個地方呢 當然 在這個討論裡面呢 x是固定的 x是我們有興趣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利用指數率 顯然我們要 善加利用它這個指數函數的一個特徵 就是指數率 然後呢 把這個x呢 踢到前面來 我們得到這裡 好 我們得到這裡 我們到這個以後呢 因為在這個裡面 變動的是Δx x x是固定的 所以呢 前面那個ax呢 已經病死了 不動了 最主要就是要求後面這個極限 都要求這裡 不管這個答案是多少 至少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這個ax這個函數對x的微分 也就是等於這個極限 再乘上ax 就是說這個指數函數的微分啊 就是它自己的一個倍數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這樣 只不過是到底是多少倍 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因為我們要看a是多少 a是10 a是2 a是3 這個倍數當然都一樣 好 我們換個圖 換個簡單的圖 所有的指數函數 在0的時候都是1 所以它可能是這樣 不同的底 不同的底 底越大的話 我們想要令底大於1好 我們想要令底大於1 我們現在畫這個圖 底是大於1的 那麼如果10的話就比較上面 2的話就比較下面 可是在左邊的話 那10又比較下面 因為它是負指數 負指數 所以大家都經過同一個點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就是它在0點的斜率 因為這個式子 這次就是1 所以你單看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x等於0的時候 x等於0的時候這是1 所以這個是指數函數ax 在x等於1的斜率 就表達在這個點 表達在這個點 在這個點的斜率 不管怎麼樣 這個指數函數對x的微分 就是自己的一個倍數 但是我們現在要決定這個倍數 好 我們決定這個倍數 我們怎麼決定呢 我們用另外一個辦法 這個是一個數學上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這個倍數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可是呢 我們現在倒過來講 最方便最方便的倍數呢 就是1 就是這個1 所以我們問 如果這個倍數是1的話 這個al的1多少 我們現在反過來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當然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函數回根就是它自己 那太容易了 那這個公式不用倍了 你看什麼sinx 微分還等於cosx 它要倍一下 cosx微分以後 它等於-sinx 還要倍一下 對不對 現在如果有一個函數 它微分是自己的倍數 而且這個倍數又是1 就是1 那它是誰 我可以告訴你 它就是1 它是這個1 就是 如果你把你的底A 你把你的底A 取成這個ABCDE的1的話 那你呢 這個 這個函數的微分 這個指數函數的微分就是自己 這個1代表什麼呢 這個1不是代表那個1 這個1是ABCDE的1 這個1 它是油拉的那個 油拉的那個1 這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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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以前不知道油拉很有名的話 你今天開始你就知道 因為 因為你這個在微激分裡面 這個 它這個ABCDE 它的這個性 它這個 不 它是性油拉的 不是性1 不過 就是以它的這個性來講 就是 夠你 你只要在微激分這個領域 你在裡面 你是不停的會碰到這個 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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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油拉呢 就是 他 他在思考這個函數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這個 性呢 就給了這個 給了這個函數 那 這當然他們是 他們是 拉丁字母 對不對 那我們姓張的如果很厲害 我也不能把我的函數弄成什麼 張的X 這個 這不行 這不行 這我們這個劣勢 我們這個 還是要跟西方在一起 會比較優勢 我們現在就是說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定義 我們現在定義 定義就是定義 其實我們比較方便的是 把它變成 X-Domation 就是這個指數 或者指數的話 一個名詞是exponent 這個 十個三四方 那個三 三就是他的exponent 那我們其實唸exponent就比較好 比如說我們唸 我們唸 我們唸一的X四方 這個當然會有一點那個誤會 那我們就唸exponentX 這個東西呢就是一個值 它會等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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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個 這個 這個一 它的近視值是 271828 它是一個無理數 它是一個無理數 它的足度到三 比二檔 2.7多 2.7多 那我們現在來瞭解一下 這個exponent 它到底 這個量 這個數量 它到底是 怎麼瞭解 你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 我再重寫一次 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數值 一個數值 exponentia是一個數值 就好像π π是一個數值 它還是一個數值 那 你剛才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提到外面來 你要看這個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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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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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exponentia的一個 一個特質 特質 特質 那 我們怎麼理解這件事情呢 當Δx很小的時候 它接近1 它接近1 極限的意思是這樣 它接近1 Δx靠近0的時候 Δx很靠近0的時候 這個值呢 很接近1 很接近1 那 那你把Δx重過去 我們記得Δx是不等於0的 所以它很接近Δx 它很接近Δx 那麼呢 再把Δx1過去 就是exponentia的Δx很接近 1加上Δx很接近 好 那我們就定 Δx這樣 等於N分之1 因為它是一個很小的量 很小的量 我們不妨定它是一個N分之1 N分之1A 比方說是1萬、10萬、1兆啊 什麼東西都沒有關係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得到Uzx 其實我也沒有在做什麼特別的事啊 我們只是說它應該要有的關係嘛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把兩邊N四方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 得到這個式 所以呢我們就定 這是我們經過一些探索以後 我們經過一些判斷以後 我們應該第一是什麼呢 它是應該是N區近無窮大 1加N分之1 等N次方 就這個式 因為Δx是N分之1 Δx是趨近於0 Δx趨近於0 代表N區近無窮大 所以呢 我們要定 我們要這樣定 這是一個數目次 這是一個數目次 你開始的時候 N等於1 假定你 假定你不取極限 N等於1的時候呢 它是2 答案是2 N等於2 它是1.5的平方 2.25 所以它 它這個數字 它這個數字 是一個 慢慢慢慢 越來越大的數字 但是它永遠不會超過3 永遠不會超過3 所以你不要擔心 這是 這間巨型無窮大 這不得了啊 可是這個指數 雖然是越來越大 這邊牽涉到這個底數 越來越靠近1 所以它大流限 它大流限 所以你不要擔心 它不會爆掉 不會爆掉 你如果很放心的話 你就Google一下 你就會看到 它2.71828 後面100位都便宜 實際上 我們真的很少去 我們甚至於很少用到2.7 到828 你 你若用近視值2.729 一定很夠 那這個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是這個數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數 你看這個1加1分之1的n4 你看這個數 這個數呢 你用這個二項式定理把它展開的話 這個是 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n乘它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n2 或者cn2 你們喜歡用cn2 知道嗎 n分之1的平方 加上cn3 n分之1的三方 要做成這個樣子 那你就一直寫下去囉 寫下去 那這個數 一開始是1加1 這裡是1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2分之n乘n-1 乘上n分之1的平方 加上n乘n-1乘n-2 下面是123 乘上n3分之1 你注意到這裡 這個地方它的分5是n平方 這分5是n平方 這個分子呢 沒有n平方那麼大 沒有n平方那麼大 所以呢 它比它小 它比它小 2分之1 小什麼呢 這邊用2分之1 因為這個分5是n乘n-1 而這分子是n乘n-1 這分5是n平方 所以它比2分之1要小 這個呢 上面是三下 這邊也是三下 n三方 所以呢它比6分之1小 下面一個呢 是比四階層分之1小 它比這個小 這又比什麼小呢 三階層分之1呢 三階層分之1呢 比2的平方小 因為三階層是6 它比4小 四階層呢 比2的三方小 這很容易了解 所以 所以2分之1這一扣呢 它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那2分之1 2平方分之1 2三三分之1 這加起來等於多少呢 2分之1加4分之1 加8分之1加16分之1 加6分之1 加6分多少 一直加下去 每次都取一半 取一半以後 後面剩下又取一半 後面又取一半 又取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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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全部把它加起來 多少好像有1 1嘛 對不對 所以1加1加1是3啊 所以我這邊就跟你講 這個exponential它不會超過3啊 它不會超過3 它不會超過3 不會超過3 好那麼 然後 假定你在邏輯上 假定你在邏輯上 假定你希望要求一個非常嚴整的邏輯 比方說你說 我現在先定義一個是這個 我可以定義一個數目這個 然後呢我要證明這個 這還要下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是 我們剛剛沒有直接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是說 如果這個傢伙 他的違分是他自己的話 那麼他應該是這個數目 他應該是這個數目這個 可是我們其實並沒有做說 如果他真的是的時候 那那個事情也是那麼好 對不對 因為這數學上有一點說 假能夠推到乙 也並不代表乙可以推到假 就是說他是一個候選者 他是一個候選者 不過我想我們先不要 先不要把這個時間 放在這個上面 我們下一次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回來 那現在你只要記得 首先 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 有一個叫做exponential的數目值 它呢 2.718的樣子 不會超過3 它那是1加1之1的N次方的一個極限 那各位你想 誒 你說 這這這這 我們過去所了解的數目值 都是10啊 8啊 9啊 1.5啊 剛好2啊 不很清楚啊 你今天怎麼給我們來的數目值 就是用極限啊 這個你 你不能說 你現在才知道這件事啊 我問你 那個圓周率不是也是個極限嗎 要不你 你怎麼定義圓周率 反正 圓周的周長處理職 對不對 看起來當然是不錯 你怎麼知道圓周周長等於多少 你不是畫很多多邊行去弄的嗎 對不對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圓周 你怎麼算這個圓周的周長是3.141592 26535什麼時候 對不對 所以 實際上你在小學的時候你就已經 這個國家已經安排你接觸極限了 只不過說這個國家不讓你知道 對不對 暗中就 就擺著你一道對不對 你還覺得很得意啊 這個圓周率我們知道 對不對 不過你邊擔心啊 其實所有的數都是極限 我給你講個笑話 三分鐘講個笑話 我以前這裡有一個畢業生啊 他到了那個 到了一個高中去教書啊 他就 他就認為怕他咬得起來 他呢 他教數啊 他教這個直數函數啊 這x到10的x嗎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10的x 這個x是可以擺一個根號2的 那那那 那10的根號2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你真的要去講話就很痛苦了 你不講的話 大家就稀裡呼呼呼過去了 那10的根號2 10的根號2 那就是說根號2是1.4嘛 對不對 那就是先從1.4開始啊 就10的根號2就是先說10點 10的1.4是什麼意思 10的1.4是的話 這個已經很痛苦了 這是10的14字方除以10耶 這10的14字方開根號啊 開10次方啊 這天啊這誰能算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但是他非要這麼來不可 他就說 他說 我要講十數的完全性 你知道什麼叫十數完全性 十數完全性就是說那些極限都存在 叫做十數的完全性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講十的根號2次方 各位同學 我們先講十的1次方 我們再講十的1.4次方 我們再講十的1.4一次方 我們再講十的1.414次方 我們再講十的1.414次方 我們再講十的1.4142次方 那這些東西呢 他都會有一個極限 他都會有一個極限 那這個叫做十數的完全性 那你就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他就講 他說要講 他不只講 像我這樣很快講完 他講很久 講很久 我就拜託他不要講 我說你去講這個幹什麼 他這個高中就是一個社區 不同社區高中 人家來學什麼 學這個東西 就是希望將來日子可以過好一點 可是你一來 你就給人家弄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實在有痛苦 大家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 好了 因為十的根號2次方 還要講十的根號3 還有根號5 你是要搞到什麼地方去啊 我就 我勸他不要這樣講 他不可能 他說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數學的邏輯的完整性 這是我們數學 學數學的人的那種自最 自最 他一定要說我們幹嘛 我就會談一件事 我說的問題 你現在一天到晚在講十的根號2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那我先問你 你告訴我根號2是什麼意思 根號2 根號2很超簡單 比如說那你說根號2是什麼意思 他說根號2就是有一個數喔 他的平方2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我說你怎麼知道世界上有這個數呢 你說4開根號是2 那2的平方真的是2 你說9的開根號是3 那3的平方也是9 這沒問題 那我先爆出一個2來的 2 2 我說你告訴我什麼叫根號2 我當時是真的很嚴肅 我邀請他回答 什麼是根號2 他也覺得他很懂 他說根號2就是有一個數 他的平方是2 我說那你請問我 我問那我不是請問我 我請問你 我說我請問你 這個數 這個數到底是多少 那沒辦法回答 根號2是個無底數 你所有這些東西 他所以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他是無底數 你底數可以幹嘛表達啊 無底數你說你怎麼寫 你永遠寫不乾淨 對不對 你以為根號2比較容易啊 我還不相信 因為很多人會背 那個拍啊 會背100位 很多人會背 我還看過人家表演 就喝醉酒了以後表演那個 那種拍的100位 我只會背到3.1415 926 26530 我那就是背100位 我告訴你 如果有人會背根號2的100位 我才真的 真的服了他 我絕對沒有人這麼無聊的啊 因為他背完根號2 你就問他那根號3 你也背 想問我 好 所以 所以這個事情是暫時到這裡 就是這個 這個exponential這個數 真的 尤拉呢 尤拉他定義的這個數 尤拉他定義的這個數 這個數呢 他其實還有一個表達法 他是這樣子 其實在這個地方有出現 這個地方有出現 他還有一個表達法是 1加1加2的階層分之1 加3的階層分之1 加3的階層分之1 n的階層分之1 他還有一個表達法是這樣子 就是 n階層分之1 全部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有的人都喜歡說 他就是n階層分之1 n從0開始 0的階層是叫做1 0的階層定層1 定層1 所以他是1個1 第二個還是1 0的階層是1 1的階層也是1 然後接下去2的階層3階層 你用這個符號也可以 這也是這個OELA OELA這個exponential 另外呢 還有一個解釋法是這樣 另外一個副的一個解釋法 大家知道這個 你到銀行裡面去存錢 存錢 存錢的話呢 他是 他是 比如說我們有一種計算力 我這樣講好了 假定說我們計算一個 我們到一個很好的銀行 非常友善的銀行 就是一個很慈善機關的銀行 因為我們是弱勢 我們沒有錢 所以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只要來存1塊錢到年底的話 利息也是1塊錢 哇 這太好了 你知道嗎 那你說 那我就存100萬進去 不行 你只能存1塊錢 假定說你存1塊錢 年底會整 除了母金1塊以外 除了本金1塊以外 還有利息1塊 所以你可以領回去2塊 所以領回去2塊 對 母金1元利息 那麼呢 過了一陣子呢 這個慈善家呢 他就更慈善了 他說這樣子 他說你這個利息可以半年一算 半年一算 就你到六月底的時候呢 你先拿0.5元 你全年的利息是1元嘛 對不對 那六月底的時候 你先拿0.5元 那到年底的時候 再拿另外的0.5元 這樣方便你使用 那你說我不要 我炸 我六月底的時候拿了0.5元呢 我就有1.5元了對不對 我把1.5元全部都存進去 到年底 我會拿到多少呢 我會拿到1加2分之1的平方 就是我本來半年起 假定你的利率是所謂的 利率是所謂的1 這叫利率 利率是0.1 利率是1元 那我在半年的時候呢 利率就是0.5 每半年的利率就是0.5 所以呢 我在這個半年的時候呢 我得到了1.5 我得到了1加2分之1 然後我這個1加2分之1呢 存進去 我到了年底 我到你都要多少錢 那一開始平方 為什麼是平方 對啊對啊對啊 他是 他是永遠把母親都乘上1.5倍 所以到半年的時候 到1年的時候呢 我就再1加2分之1 就我開始的母親是1 半年的時候我是1加2分之1 那我現在等於是存在1加2分之1了 那我再半年 我還是要再成長一個1加2分之1 好 比方說這樣 那如果說你變成是4個月結一次的話 你就會變成1加3分之1的30嗎 這個叫做負利 這個叫做負利 那你如果說我每天都在都在拿錢 那我每天的利率是365分之1 我會 我到年底的時候 我應該要拿到這麼多 我的本力核要是這麼多 要這麼多呢 你看這個數就很像那個1加n分之1的n4 就是那個1加n分之1的n4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到了 你如果把h近乎重大的時候 就是說 我的錢存在裡面 我每一秒鐘都在計算利息 我每一秒鐘都在計算利息 我一天就是86400秒 那我就 一天裡面就是1加86400分之1的86400次方 就我這個下月分母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 那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到了年底的時候 你會拿回來2.7828元 你的本力核會拿到這麼多 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郵局存款 郵局其實是按照這個給你錢 真的不要懷疑 郵局給你多一點 就是你假定存1萬塊的話 假定你的利率 你的利率 假定你的利率是x x改分比 假如你的利率是x改分比 那 他給你的是這麼多 他把你的利率x呢 除以一個n以後 然後再n次放 他會給你 他不會說只給你1加x 他不會只給你1加 這個的第一項是1加x 這個展開的第一項是1加x 他事實上會給你多 他會給你多 比方說你可以說 他可以 第一個是x 第二個是x平方 好 n選2 就是剛剛說的這一項 就是現在這邊是x 這邊是n分之x 所以有個x平方 就2分之x平方 他事實上會給你這麼多 他事實上會給你什麼 他會多給你 比方說你說 你說他 假如你的利率是3% 假如利率3% 那100塊 100塊呢 存進去 3%的話是300元 年底應該是多300元 可是他會給你更多一點 他會給你這個3的話 他會給你310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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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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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到郵局 你把他存一碗 放進去 你多一年你看 你事實上可以問他說 我到時候利率多少 他會給你多一點 他絕對會比你 你看到的那個百分之幾要多 那你問他 你說 為什麼你會給我多一點呢 他說 這是我們的利率 好 我跟他講 我都知道是不是 因為那個 X-Potential的語言 可以教他 剛剛講的這一段 剛剛講的這一段 就是用意欲來看這個數字的這一段 他是la plus 反正是la plus的一個 其實la plus 反正這都是當時 當時一些非常有名的數學家 尤拉他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是 他當時被稱為是全歐洲最聰明的人 全歐洲最聰明的 就是尤拉 這個你看講起來這個事情還是 還是有一個關係的 你們剛說有沒有讀過一個叫做 叫做本宮裡 叫做白魯地 翻成中文叫白魯地 就是白白魯地的那個白魯地 有嗎 不是有那個 有體力學有個公司嗎 你看看 他們那個棒球丟出去的時候 那個什麼 什麼時候丟下墜球 什麼丟上泡球 就是Bernoulli 這個Bernoulli他有個家族 他們這個家族的數學都很好 像你們那個 你們這個 你們那裡面那個最速下降曲線 最速下降曲線 就是這個問題 說你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你要做個滑梯 你要做一個滑梯 哪一個滑梯呢 滑下來的時候最快 最快 這個曲線呢要把它弄出來 要弄出來 這是Bernoulli Bernoulli家族中間的一個Bernoulli 他做 他們有堂兄弟啊 兄弟這些東西 這個滑梯呢就是 就是 萊不迪茨汁的學生 這萊不迪茨呢被劉頓啊 羞辱到那種 就是 反正被劉頓糟蹋了一通以後呢 就憤兒 憤兒好好帶學生 就帶出一個滑梯 誒這滑梯就很厲害了 滑梯裡很厲害了 滑梯裡的學生就是有辣 好 就是不會啦 所以這個 所以我當然不願意告訴你我那老師是誰 因為當然也是小有名氣啦 所以名師出高 你們來讀我這個維基分也是一樣的 這個道理 好 現在呢 我們要處理這個一般性的關係啦 就是說 它比如說10的x 那你剛剛是說exponential的x的微分是自己 10的x的微分呢 10的x對x的微分 我們知道它是10的x的一個固定的倍數 一個固定的倍數 可是這個倍數我們要把它弄出來 那你現在這個東西呢 你不能 你沒有辦法用連鎖規則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弄過去 中間就有一個中間啦 但是可以這樣子 我剛剛告訴各位 我剛剛告訴各位說 你隨便一個數 你隨便一個數 比方說u的話 它都永遠等於 a log a u 對不對 就是log a 以a為底的log 跟以a為底的指數 是互為反函數嘛 所以你先做一個log a u 再做個a的幾次方 你就會得到u 因為這個指數log a u的意思就是在問 這個u是a的幾次方 這個u就是說u就是 u就是a的這麼多次方 那你在a的話那就是u嘛 所以你永遠都有這個 這個叫爬樓梯 你把它弄上去 就是說我現在u我沒有辦法處理 那對不起 請你上樓 我把你推上去 我a log a u把它弄上去 所以10的x會等於1的log e 10的x 這個10的x就是那個u 我把10的x請上去 用log把它推上去 再用1呢把它擺在這 那我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1 這個地方用對數率 把x拿到前面來 x乘上log e 10 那這什麼意思呢 這說明啊 這個叫做 你知道log有換體啊 這個指數也是換體啊 這等於是說把一個指數從10為底 把它換成以1為底 那指數當然變了 變了可是這下面就可以做事情了 就是b的 用4x這個擺進去 px log e 10 然後px 那你在一看就知道做什麼事了 這時候可以用連鎖規則了 因為這個上面呢 這個分子呢 是一個以exponential為底的指數函數 它的指數呢 不是說恰恰好是x 而是x乘上一個倍數 log e 10呢 是一個數目值 它沒有x在裡面的 它只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 dx log e 10 那麼d 就用這個變數 作為一個連鎖規則的橋樑 然後下面呢 dx log e 10 dx 那第一項呢 第一項呢 我們剛剛講 凡是exponential exponential多少 對多少來做微分 就等於它自己 所以呢 它沒變 它沒變 所以後面那個呢 是x的一個常數倍 對x做微分 那就是這個數目值 所以它前面這一個看起來 一坨的東西 其實就是原來的10的x 這又回來了 乘上log e 10 也就是說10的x的微分 是10的x的一個倍數 這個倍數呢 是log e 10 在這個討論裡面呢 你當然也就順便得到這個多次了 1的a x dx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a的x乘上log e a 所以你都會了 指數還數你都會了 a x的微分就是 還是a x的一個倍數 是log e a log e a 好嗎 那接著我們就要 再講一個對數的公式 這對數的公式呢 其實只有一句話 因為 如果你要看這個log e a x 的這個 這個微分 這裡把它當成y 所以你要求的是什麼呢 你要求 dy dx 你要求 dy dx 你要求對數函數的微分 所以右邊叫做 y 左邊叫 x 你要求 dy dx 不過呢 可以變成這樣 你求 dx dy 分之 1 這個招數我們上次已經用過一次 我們上次我們說 x 的 n 分之 1 來微分 我們怎麼辦呢 我把 x 的 n 分之 1 搞到下面去 現在看這個 這個 dx dy 是什麼 a dy 就是 d a y d y 嘛 而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我們剛剛才做出來 我們做出來的是 他是 a 的 y 次方 log e a 對不對 可是 a 的 y 次方是什麼呢 a 的 y 次方就是 x 所以 d log a x 所以 d log a x d x 他是等於 x 分之 1 不過呢 他要有一個倍數字 over e a 那是 over e a 在這裡 好 好 那麼當 a 等於 e 的時候 d log e x d x 就等於 x 分之 1 因為 a 是 1 a 是 exponential log exponential 的 exponential 就是 1 所以就到這裡 所以心理技術這樣 這個死心也是很有歷史 就是 你知道這個微分啊 微分 我們說 x 分之 1 的微分 x 分之 1 的微分會變成負的 x 平方分之 1 x 平方分之 1 的微分是變成負的 兩倍 什麼 x 三次方分之 1 而且 x 分之 1 的微分會跟 x 平方分之 1 有關 x 平方分之 1 的微分會跟 x 三次方微分有關 可是誰的微分是 x 分之 1 呢 現在知道了 是 log 是 log 這個好處 好 那現在再跟你講一個事情 因為 e 這個東西常常用 所以我們會用 l a x l a 是什麼意思呢? l a 叫做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自然 e 叫做自然 自然 law 的底數 是 exponential 所以 l a 的 n 是代表 natural natural law of x 好嗎? 這個 我們在台灣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兩件事情 我也是不太懂 他們把 l a 念成 learn 這我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你 你跟老外講說 我現在有個韓式叫 learn x 不然在講什麼 就是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還有一件事情 我也是不太懂 他這個 dy dx 他把它唸成 dy dx 這個 d 是 1 升啊 這個怎麼都變成 3 升 變 dy dx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還有人把 d 念成 z 做什麼 abc z 這很奇怪 那你這個要唸 z y z x嗎? 對不對? 不行嘛 不行嘛 就是你該怎麼唸就怎麼唸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唸成 z 我當然知道他們為什麼唸成 z 不過 好像也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必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吧 來看一下我們的課 我們的講義 有關這些部分 稍微看一下 請你翻到 第十頁 請你翻到第十頁 第十頁 第十頁這裡呢 就在解釋 exponential 的由來 還有呢 告訴你 exponential x 的微分呢 就是它自己 然後下面呢 告訴你 如果 a to be x a 的 x 次方的微分呢 是 還是 a 的 x 次方 但是呢 前面要加個 row d a 或者你可以說 你要 a of a 好 請你翻到十一頁 十一頁的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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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row d a x d x 微分是 x 次方財 然後呢 我本來是 row d a 在分母 本來是 row d a 在分母 他用了換體方式 他有的時候 把它寫成RogAE在什麼 它搞到上面來 因為你有一個換理光色 所以你把這兩個對調 把它把它打到上面 因為這個就是 那麼這裡面呢 這裡面呢 大家還談到一些其他的看法 不過我想現在我們就來做一做 做一做 第13頁的 第13頁的習題 5.1 1 2 3 4 5 5 6 好嗎 來做一下 現場做一下 那麼你需要 因為這個裡面呢 如果它的底 不管Log也好 如果它是LogE Log以Exponential為底的話 它的微分是簡單的 就是這個微分就是x分之1 如果說是指數的Exponential為底的話 它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那其他的呢 你可以用 你如果會背這個公式 你如果會背這個公式 或者你會背這個公式 如果你不會背這個公式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一招 你可以 永遠可以用這一招 好不好 把這個底呢 換成 換成那個最方便的底 然後你就可以用連鎖規則 好嗎 好 現在請你們 現在現場做一下 好不好 做 我們這節稍微拉長一點 你做十分鐘 做十分鐘 我們休息 那個助教幫他們看一下 這個10x的微分 10x微分 它是10x乘三個背數 你要背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LogE10嘛 這兩個不要倒 不要倒過來 因為10比1大 10比Exponential大 所以這個數字呢是比較大的 它指數越高 它那個底越高的話 底越大的話 它那個盤數往上去 往上衝的那個 往上衝的那個 越高 所以也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大於 在裡面的 偏高 有些雞 像石 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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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還是要善用 善用那個連鎖位置 善用連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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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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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如果是LAFXDX的話 你首先可能會對F来D一下 所以F会跑到下面去 然后加5LX 想想看这个后面 这左右可以把下面这个式子 都是连锁规则 因为连锁规则而跑出来的东西 想想看 稍微坐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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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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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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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